有著一個季風的緣故 它往這邊飄 但我們出了解 它可能研究探空這一類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要公布 不曉得 只有時間點 也就是說很突然空 我們現在把我們所知道的 周邊狀況 跟大家做個說明 就怕被說隱匿 國防部主動公布 八號徵獲中國大陸 空飄氣球一枚 在越過海峽中線 向東飄行後消失 兩岸情勢依舊緊張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這樣看 12年內 中共應該不可能攻打台灣 如果他講的是實話的話 那你認為他講的話 真實性有多少呢 剛剛曹董有講一句 如果他講的是實話 那我曾經也有 國際媒體也是問過我 很多人在問這個問題 我也當然希望他是真心誠意的 因為任何的衝突 其實對大家都不好 還分享他擔任駐美代表時 外交場合心得 我作為一個台灣的推銷員 也是要有好的產品 包含台灣的民主自由 只是向美琴強調自己 有戰功的同時 美國國會參議院 共和黨議員6號阻擾了白宮 一項支援以色列 烏克蘭和台灣方案 而美國參眾兩院軍委會 則公布協商版2024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 當中擬協助台灣培訓軍隊 提升台灣戰力 這是把台美軍事合作 更台面化嗎 國軍建立備戰工作 我則主張講說 大家都是 就是按照旗程在做 沒有任何故意讓台面化 或不讓他是台面化 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 TVBS的劉立成 無可言李宿恢偉 家綺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